哈喽大家好我是光 今天来聊一下 最近在干嘛 然后再聊一下 自己对市场的一个理解吧 其实现在我觉得市场不好去交易 真的不好去交易 如果你看行情的话 你应该知道最近的 尤其是前两天周五 那他妈现在走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做 所以这种不干净的开线我们就放弃 而且它形成不了什么单边的趋势 目前还没走出来 处于个震荡区间 那这种时候的话就该干嘛干嘛 然后的话最近我是 最近两周我是在学习写一些脚本 量化 主要是利用确定view 因为它的那个 相对来讲比较好学习一些 国内的朋友如果你不会翻墙的话 你上不了这个网站的 那就没办法了 然后如果是油管上的朋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这个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玩 但是可能对于其中的一些 像是指标啊 strategy 就是策略 这些还不是有什么了解 然后如果有需要学习的 我会免费分享你我的那个书 是我在在国外的一个网站上买的 买的 是目前来讲应该是唯一一本啊 就比较系统的去学习 Panscript的这个脚本语言的一本书 它是个印度人写的 写的还行 英语如果不好的话 那没办法 英语不好也不一定是 一定看不懂 因为我觉得我英语也很差 就一个词一个词的在这查嘛 对吧 反正你查多了 你把前面三张看完了 基本上所有的词你都见过一遍了 然后后面就看得快一些 反正 如果一个学习作用 它被翻译成中文了 通常来讲 它已经很多人知道了 你已经形成不了什么巨大的信息差了 这时候这个知识 它形成那种信息差和认知差就不大了 赚钱难度就变得很大 接下来我聊一下我的这个脚本 脚本主要是通过几个指标来约束 主要是几个指标来约束 后面大部分您看到的这些都是颜色 都是颜色的约束 就是你看到这些黄黄绿绿的线 这些都是对颜色进行一个约束 然后最后的话结尾的话 就是加一个输入 输入何时做多何时做空 而如果有需要这个脚本来学习的话 我可以分享给你们 但是我不知道 大家会不会 会不会用 我怕你们不会用再用废了 反正互相学习 没什么所谓 写的这个东西也不是说特别牛逼 然后就是主要是几个指标 比如说像是 ADX MACD 然后呢成交量 成交量的话 我比较喜欢一个放量的情况 放量情况 我觉得市场才可能会有一个趋势的形成 RSI SAR 大概几个指标 共同约束 具体它是怎么约束的 这里不太好讲明白 因为我自己有一些 我自己根据市场的观察 一些习惯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 它的一个指示方式 指示方式就是 比如绿线 这绿线都会提示 就是大概是一个多头的情况 红线是一个空头 黄线是一个观望的情况 就是不适合参与市场 或者说你有单位的话 你有单字的话 你也没必要去做个选择 而级别是比较大的 级别的话这里是半小时的 30分钟级别 然后那个long的话就提示入市 short的话就提示做空 long的话提示做多 short提示做空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来回测一下 测试一下它的一个表现 这是我目前写出唯一一个盈利的脚本 不用太小的级别 我试过5分钟和15分钟写 但是都做不出来 基本都写不出来任何盈利的级别 我认为可能是5分钟15分钟 它的行情噪音非常的大 行情噪音非常大 这时候如果你想要有个稳定的盈利的话 它就需要相对大的级别 把市场的一些噪音行情 就比如说突然间插个针 然后就收回去了 就这种这种级别 行情要尽量的筛选掉一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的手续费 比如说我们初始资金1万美元 USD USD的话 然后那个权益 百分之百 什么意思 就每次入市的话 你都是用你的一倍杠杆 就是相当于买先货去交易 然后手续费的话 我们设的是币安最贵的手续费 比如说你一直是市价成交 是Tank的话 这是0.04 这是万四 万分之四的一个手续费 华典的话设的稍微夸张一点 也不用太夸张 就比如说20到40 那我们可以设40 就比特币 比如说你每次想以这个价格买 但是没有单子 它有40个点的滑点 就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了 这是比较大的摩擦了 我们确定 他说净利润能达到870亿 但是由于最近的 最近这个行情它表现不太好 因为最近是个震荡行情 就是从这最近这几个月 是个震荡行情 它表现是一般的 一共就交易了400多笔 半小时级别 平均的话 其实一天的话 给提示一下吧 大概 从2021年的1月02号的数据开始跑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要是从当时一直持有比特币的话 收益大概是41% 但是如果跑这个量化的话 可以达到800%多 因为这个数据掘取最开始的数据的时候 比特币的价格是在3万以后左右 我做这个系统主要是省去自己的盯盘时间 就是因为我盯盘觉得太累了 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交易机会的时候 可能我要盯他妈半天盯一下午 所以说我就想去通过这些自动化的方式 去帮我筛选一些交易机会 它并不是说我完全会按照我这些东西来 我永远相信指标它是有指示作用的 它会有提示作用 它会告诉你什么时间 什么趋势可能出现了 但是具体你要不要入市 还需要自己去判断 所以说当他提示我的时候 我会去市场里再去看一下 这里的话很简单 加个警报 警报的话这里 他可以给我发邮箱 发邮箱的话 我的邮箱的话 我有个专门的一个手机 它是没有任何软件的 只有一个邮箱 然后他接到邮箱信息之后的话 他就会像打电话一样 就想起来了 想起来之后 我就来看一下市场 OK 那其他时间 我就有解放了时间 去做其他的事情 去学习一些其他东西 我认为这样比较好 因为长时间浸泡的市场 电钉盘 挺累的 整个人挺累的 大概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希望把我的交易半自动化 我一直不认为 交易能够纯极限化 但是纯人工也太累了 所以说半自动化就是用软件去提示一些交易机会 比如说昨天的凌晨 前天的凌晨 它这里就提示了一个做多的机会 虽然说我当时在睡觉 提示个做多的机会 因为当时它有个放量性的突破 然后按照我的这个指标的话 它是形成了一个突破 那这里我就可以去考虑入室 虽然说它没跑出来 但是我当时的话 我如果没有盯盘的话 这里我就可以尽快的回到市场 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总的来讲 觉得还可以吧 这个系统 它的胜率不高 胜率只有43% 就是因为我的交易的话 如果大家常看我视频就知道 它并不是胜率很高的系统 因为止损是比较少 而且我一直在追一个突破 但你要知道一个行情中 其实大量突破是假的 就是失败的突破 就比如说拉上去 就掉下来 或者是假突破一下 然后又拉根针 这种情况很多 所以说这个系统 它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但相对来讲 因为它在一个比较大的级别 运行30分钟 所以说它会过滤掉一些 相对比较小的噪音 但是也完全没有办法完全过滤 因为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噪音 行情会导致我们平仓损失 不过这也是正常的嘛 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学习一些东西 然后需要看要输的话 可以联系一下 我实在不行 我在油管下面发一下吧 B站就不发了 因为B站的很多朋友 它是翻不了墙的 OK 好的 谢谢